最近有很多鱼友咨询一个问题 就是小鱼为什么老死或者得真伪 我发现大多数鱼友都是在隔离河里进行饲养小鱼 今天就说一下隔离河的缺点 以及如何在隔离河里养好小鱼 我们先说一下隔离河的作用 既然叫它隔离河 那么它首先就起到隔离的作用 第二就是摸云进行铲子 防止大鱼吃小鱼的情况发生 第三有很多鱼友没有多余的鱼缸 就会选择母鱼生产完以后在隔离河里饲养小鱼 隔离河本身它的苦心就比较小 所以它的缺点就是水不容易流通 就会造成隔离河里的水质比缸里的水质差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鱼友在隔离河里养不过小鱼 解决办法 我们可以在隔离河或者隔离河的下面放一个沙头 增加隔离河里的水的流度性 我们可以在隔离河里的水质里的水质比较河里的水质